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叔 秀公 表叔 来舞台烧酒 要办喜事了 恭喜 恭喜 秀公 你终于修成正果了 小麻雀飞上枝头当凤凰了 表叔 婚礼明天在区政府食堂办 我娘家就你一个亲戚 你一定要来啊 来 表叔一定来 蔡老板 你的货到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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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老板 谢谢 你看 表叔 这都什么东西啊 这不都是你的 我的 我什么时候说买这些东西了 把柜子搁那儿啊 好 这才像个洞房的样子啊 好了 我走了 表叔 婚礼明天在区书上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不是说了吗 我不想做了 秀公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我怎么不懂事了 我说句不怕惹你生气的话 何队长好歹也是个长官 头一回当新郎 你不该对她好一点 我对她怎么不好了 结婚以后 我给她洗衣服 做饭 生孩子 养孩子 这是做媳妇的本分吗 人家何队长 可是见过大世面的 你应该给她买辆自行车 再买块手表 做两套泥料衣服 把她牢牢拴住啊 要不然 等这个新婚的热乎劲过去 万一被区政府的女干部勾走了 你可就亏大了 表叔 你说什么呢 何山他不是这种人 表叔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等听到什么就晚了 秀公啊 你要记住表叔的话 能嫁给一个好男人 是好命 能守住这个好男人 是聪明 来 记住喽 小心啊 小心啊 小心点 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 谢谢啊 能给大军唱戏啊 是我们的福分 来来来 小心小心 来来来 过来过来 小心 师父 多谢了啊 来 来来来 上去 好 来来来 小心小心啊 三河镇上没什么动静 可见解放军对我们的情况 一无所知 所以总司令 一再要你抓紧时间行动 放心 我和你得到这个份上啊 我当然不能辜负你和总司令 但田大王 龙胡子 他们甘愿做缩头乌龟 我一家的人马打前锋 我不能不谨慎呢 好吧 再摸摸情况吧 派去的人呢 我派了毒眼龙 去了三河镇 很快就会回来 报告 刚说到你 什么情况 三河镇上没什么变化 不过 今儿晚上可要热闹了 热闹什么 我听一个戏班子的人说的 解放军一个首长要结婚呢 你刚才说什么 谁要结婚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难道是刘一棠 对对对 可能就是他 我听说 阿西苗苗跟刘一棠是一对 今晚上 就是他们的婚礼吗 你真的确定就是刘一棠吗 可能就是他 就是他 没你事了 下去吧 来 你还放不下刘一棠 是不是 是啊 那我呢 还放不下刘一棠 你不是也有莹莹吗 我算什么 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 但是我必须了结 你别拦着我 你这样就很危险的 放开我 我不放了 我说了 放开我 我不会放的 你听清楚了 当我这必死 真的 真的 那我就试试 别拦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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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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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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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几位爷 不是 综合说起呢 这 这 你就是西班子的班主啊 是 老子是从山上下来的 一不结财 二不绝色 但有个小忙要你帮 不知道你给不给这个面子 这位爷 您 您您 您 尽管吩咐 小的 您一定效劳 大家安静一下啊 今天是我们和山同志 跟田秀姑同志 大喜的日子 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的主婚人 陈科长讲话 好 好 多两句 多两句 好好好 哎呀 在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啊 我就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呢 让他们互相帮助 共同进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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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句呀 祝他们早生贵子 好 好 那上人呢 就是最隆重的时刻 我们有请和山同志和田秀姑同志上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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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新娘掌声鼓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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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个仪式 首先 新郎新娘向我们的毛主席鞠躬 一鞠躬 一鞠躬 向各位鞠躬 二鞠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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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吃好喝好啊 同志们 就这样把他们放下去啊 你们觉得行不行啊 不行啊 不行 不行 你看 我是想放你们两个 可是我们的革命同志不同意 所以今天一定让他们两个 出好的节目 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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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他买那个 这个毒样子 四小姐 我们回去吧 我不 既然来了 我们就会一会流荡 这样啊 这样啊 让他们好好说一说 他们恋爱的经过 怎么样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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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容易 我来说 好 我和田秀姑的结合啊 梁总 那也是你原子 他们西班子是你接来的 谁啊 检查过了吗 检查过 有介绍信 他们住进龙福客栈以后 箱子也都查了一遍 刚才把他们领机会议室 身上也都全搜过一遍了 保证没问题 没问题就好 这辈子 这辈子 我能嫁给他 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 所以我们俩啊 是王八邓绿豆 对上了 完了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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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节目啊 你们猜一猜 是个什么节目 来 豆具 来了 快点吧 快点吧 怎么样啊 快点吧 就是这个 有苹果 好 好 注意规则啊 两个人面对面站好 而且呢 这手啊可不能碰啊 请问哪个是牛连长 后关成的算数 好不好 好 行啊 快点 快点 来吧 来吧 来 听说您是老革命啊 老革命谈不上 我只是参军比较早 是这样 我经常听人说起您的 我们有件事想找您帮忙 是这样的 我们班主一直想排兄妹开封这个戏 就是没人看过 不知道怎么排 刘院长 能不能教教我们呀 我 我还真不会演戏 我就是看过两次而已 是这样的 我们班主说呀 只要有人看过 跟他说说 他就能给我们排新戏 你们的班主有这本事啊 他今天来了吗 我想见见 他拉肚子 没有来 能不能请刘连长等会儿 跟我们一块去龙福客栈 这个 刘连长 现在都新中国了 我们也想排新戏 为人民服务吗 那好吧 我们毛主席也说过 文艺是团结人民 教育人民 打击敌人 消灭敌人的重要武器 一会儿 我去跟你去一趟 接近你们班主 好不好 谢谢刘连长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可以松手吗 我从来没有握过解放军的手 还是当官的 还是老革命 我真的很荣幸 大伙来看啊 新郎官赖皮啊 干什么啊 那龙连长 待会儿我来找你 我们一起过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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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领 你心情不好啊 你刚才没看见吗 那个人一直摸他的手 有什么好摸的 这 这 就在前面 他们要去哪儿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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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班主 你这是干什么 长官 你要干什么 死丫头 你们先出去吧 大家出去 是 走 走 快点 你也出去吧 我们又见面了 好 刚才在去政府 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我 原来是你啊 就是我 我在台边上转了有三圈 你都没有认出来 看来我还挺能演戏的 现在准备演哪一出戏啊 这么冷淡干什么呀 我冒着生命危险来见你一面 就不能对我客气点吗 你从山上带了那么多土匪下山 就是为了来见我 小姑啊 小姑啊 小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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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穿上这身红衣服 真漂亮啊 快接红盖头啊 按老规矩啊 接了红盖头 娘家人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好歹都是婆家的人了 说得好 谁啊 何山 何山 何山开门呢 何山 怎么了 刘玉堂出事了 刘玉堂 何山 何山 我刘玉堂自你心不中 有那么重要吗 有 好 既然那么重要 我说的话也很重要了吧 四丫头 你能听我一句话吗 只要你能够跟我走 就算是说一百句话 我都会听你的 不 我要说的是 四丫头 我没办法跟你走 只有你跟着我走 我希望你放下枪 向人民政府自首 这才是你的出路 鱼堂哥 你对我难道就真的这么狠心吗 你非要把我送进共产党的监狱里才行吗 尿尼尔的监狱里才行吗 由我来成为 尿尔的监狱里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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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你能不能稍微为我想一想 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吗 就是因为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你 我在大学里拒绝所有喜欢我的男人 连一次单独约会都没有过 同学们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 他们叫我年化 好不容易回到湘西再次见到我 你都不知道我的心里有多么的高兴 为了你 我宁愿被爸爸打骂 也要偷偷下山来见你 可没想到你会对我这样 别说了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在你这儿过去了 但在我这儿没有 我外婆曾经说过 在我三岁的那一年 有一个高人给我算过你 说我这辈子只爱一个人 我相信我的心里只有你 玉堂哥 玉堂哥 我要怎么说你才能够相信我呢 四岁头 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爱情的问题 你我都应该清楚 我们两个之间的根本问题 不是爱情 而是政治立场不同 我知道 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可我就是扔不下你 为了你我愿意放弃我的一切 玉堂哥 你也像我一样放弃政治立场 好不好 我们可以一起去香港 我们一起重新开始 我真的想为你考虑 四岁头 你愿意放弃你的政治立场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很开心 但是我更希望你彻底一点 你完全站在新中国这边 站在人民这边 将功赎罪 你知道吗 你想我怎么做 四岁头 你现在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 你马上去跟我自首 你是知道我们的政策的 坦白从宽 还有一种 要不你就上山 给我们提供土匪的情报 为乌龙山剿匪 立功赎罪 你觉得怎么样 你心里真的这么想 对 我真的这么想 难道你就一点 都不留恋我们俩的感情吗 我留恋 我可以告诉你 到了今天 我依然爱着你 可是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我没有办法 把我们的个人感情 放在第一位 我希望你能拍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四小姐 该走了 走吧 她怎么办 大总 走吧 走 放手 否则我开枪了 四小姐 别开枪 你一开枪 我们就走不了了 再放手 我一枪毙了她 四小姐 你别碰她 连长 别管我 杀毒匪 杀呀 第一小队 先冲进去 是 第二小队 杀防艇 是 第三小队 杜狠门 是 上 走 走 走 不好爷 出事了 快 快进去 快 走 走 刘依堂在里面 现在怎么办 冲上去吧 疯了 除非有枪 不能硬冲 那现在怎么办 听你的 人在他们手上 只能谈判 谈判 怎么谈啊 我去 里面是二哥吧 老三河山求剑 山是什么山 山外山 山顶什么风 大雷刮风 什么雷 驚天雷 什么风 过山风 几月哪天风最大 二月二龙抬头 好 你一个人进来 其他人撤出去 到底行不行啊 会不会该救的没救 又赔上一个去啊 乌鸦嘴 快说 赔赔赔 赔赔赔 这样没用 手敲木头说 快说呀 赔赔赔 二哥 久违了 还记得我这个二哥 还好 老规矩还没忘 老规矩忘不了啊 我来接人 我来接人 请二哥开个条件吧 谁派你来的 没有人派我来 我听到消息 自己过来的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啊 是阿西苗苗在客栈门口认出了四丫头 有什么种 阿西苗苗苗哦 和阿西淼淼的女朋友 刘玉堂跟阿西淼淼好上了 真有意思 兄弟 你新婚大喜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做二哥的没给你带礼物 不会怪我吧 哪里 二哥客气了 如果把人带走 那就是二哥给我最大的礼物了 如果我不肯呢 你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跟着戏班子进城 不是二哥的风格 是四丫头的主意吧 真是被你猜对了 四小姐是个重情义的人 他知道刘玉堂结婚 就赶过来见他最后一面 好说歹说 我硬着头皮才陪他来 看奶奶的 陪着情人见情敌 还提着脑袋冒着险 说出去真没面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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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